他又读兵书,又懂佛学,精通汉,藏文,确实是王霸之才。 他就是夏景宗李元浩,西夏开国皇帝,党相族人,父亲李德明死后,他继承父亲的权位,为夏国主,但他不甘心作为辽宋的附庸存在,于是对内锐意改革,在党相旧制的基础上,确立各种典章制度,在对外方面,他多次对宋辽发动战争,开拓疆土,形成了与辽宋顶足而立的局面。 然而,他后期沉沉于酒色,无视人伦,弑母杀妻霸占而袭,身死恭维,成为孝敏。 欢迎订阅《历史解读》,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。 千万不要错过夏期精彩,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,党相一族三百年卧薪尝胆,经过三代人的历经图治,让习下崛起在了巍峨的贺兰山酒下。 公元一千零三十八年,党项人李元浩称帝,建立西夏王朝,党项人信仰白色,所以他们也自称为大败高国。 李元浩是西夏帝国的创立者,他自身有着十分出色的军事和政治能力。 他亲手创建了这个国家,对于西夏来说,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 追溯起西夏王朝的历史,他仍然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。 同样的,西夏的后宫里也存在着迷一样的女人和情感纠葛。 在建朝称帝后的第四年,李元浩杀掉了国家重臣野利玉琪,但是将野利玉琪美丽的妻子梅藏室带进了皇宫。 当时梅藏室很快取得了李元浩的欢心,并成为了李元浩的情人。 当时的野利皇后命令梅藏室出家为妮,但是她与李元浩的交往并没有中断,就像唐朝高宗和五妹娘一样,他们难舍难分,常常优惠于寺院。 五年后,梅藏室为李元浩诞下了一位皇子,由于当时梅藏室还是妮姑。 所以,孩子寄养在了梅藏室的兄长家中,梅藏室的兄长梅藏鹅旁也因此被升任为国家。 对于李元浩来说,任何他想要得到的东西,没有人刻意阻止。 然而,身处在无限膨胀的权力和辉煌的顶峰中便会让人迷失方向。 公元1048年是李元浩执掌政权的第十个年头,这一年的上元佳节漫天飞雪。 李元浩在行宫内与刚刚策封的新皇后梅藝室共享着佳节的喜庆。 但是李元浩不知道自己的太子宁令歌丝毫感受不到节日的快乐。 当时的李元浩不仅废除了他的母亲也立皇后,而且夺走了他的未婚妻梅一室,并且策立为新皇后。 党项人深受唐文化的影响,所以在李元浩看来,将自己儿子的女人占为极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 但是此时的太子已经满腔怒火,复仇的焰火已经在心中燃燃雄起,他要向父亲找回自己失去的尊严。 其实,太子是被身居要职的国相梅藏鹅旁所蛊惑的。 当时梅藏是为李元浩诞下了一位皇子,虽然梅藏是还深受宠爱,但也可能是短暂的。 他们深知后宫的生存法则是母平子贵,所以兄妹俩需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。 因此,国相不断刺激太子受伤的自尊心,太子掉进了野心勃勃的国相的陷阱,与李元浩反目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。 太子宁令哥在李元浩享受的时刻,抄起了手中的剑,向自己的父亲砍去。 惊慌的李元浩还来不及反应,太子消去了父亲李元浩高挺的鼻子。 李元浩因为流血过多而亡,年仅46岁,党项人所膜拜的英雄,以这样不堪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死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的刀下。 太子刺杀皇帝李元浩以后惊慌失措,想要逃走,来到了国相的家中求救。 而在国相家中,太子等来的不是承袭的皇位,而是弑君忤逆的罪名于死亡。 皇帝被刺杀,太子也被杀,梅藏氏一族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,皇位由梅藏氏的皇子继承,梅藏氏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西夏的第一任太后。 此时西夏的大权早已被墨葬额崇掌控,梅藏氏一家也开启了西夏的后族干政,此后的西夏历史也都可以用太后干政后族专权来概括。 梅藏氏变成了傀儡皇帝,当上太后的梅藏氏,一开始和前夫也立玉起的财务官李守贵私通。 之后又和元浩的侍卫官宝宝吃多以偷情。 吃醋的李守贵大怒,在两人打猎回来的时候,把梅藏氏和李守贵双双击杀,大权在握的梅藏额宠又杀了李守贵。 梅藏额宠还把女儿嫁给亲外甥梁藏,以方便控制。 但梁作也不是尼捏的,她完美继承了她父亲元浩豪色的秉姓,她和舅舅梅藏额宠的儿媳梁氏私通,也就是她的表嫂或者表弟妹。 这个梁氏不是党相族,而是汉人,梁氏的丈夫自然是怒不可遏,于是和爹爹梅藏额宠一起密谋要杀了梁作。 他们想不到的是,梁氏提前告知了梁作,15岁的梁作先下手围墙,灭了亲舅舅梅藏额宠全家。 梁氏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后,之前梁作的皇后,也就是梅藏额宠的女儿,被梁作赐死。 梁作在21岁时,就英年早逝了。 她和梁氏的儿子炳长继位,梁氏及其弟弟梁以埋掌握大权。 炳长被迫娶了梁以埋之女,并立为皇后。 梁氏和梁以埋姐弟死后,梁以埋的儿子梁以波继续掌控西夏。 和祖父父亲不一样,炳长一辈子都乖乖做了傀儡皇帝。 没有大权,在26岁悲愤而死。 炳长的儿子乾顺继位后,母亲梁太后,第二个梁太后,梁以埋之女,和亲弟弟梁以波争权夺利,最终梁太后灭了亲哥哥梁以波一家,大获全胜。 梁太后始终不给儿子权利,儿子乾顺在辽道宗的帮助下震杀了母亲梁太后。 可以看出,西夏王朝在男女关系上是非常混乱的,这点一些中原王朝也有,比如汉唐就被称为脏唐臭汉。 但是,中原王朝和西夏王朝有一点非常不一样,那就是中原王朝的皇帝极少会杀害亲生父母。 顶多就是幽界,而西夏从元号开始就杀害生母。 可能有人会说,西夏后族干政严重,皇后太后杀了也不可惜。 后面有一部分确实是这样,但有很多并不是如此,甚至是可以不杀的。 所以说,西夏其实是很没人伦的一个王朝。 好色并且夺人妻妾,也不是什么好事,西夏皇室的很多纷争,就是因为好色,因为夺人妻妾引起的。 从此引来的结果和报应就是,西夏很多皇帝都短命,就连开国皇帝元号本人,也才活了四十五岁。 元号不顾人伦。 杀了母亲,抢儿子媳妇,最终也因为儿子的一刀,发创而死。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因果循环。 没藏使男女关系混乱,而他又不能平衡和掌控这些男人,最终死于男人的争风吃醋之中。 而元号子孙们的偷情和混乱,又一次次引来了连续不断的纷争。 在西夏王朝的宫廷中,权力斗争可谓是家常便饭,死亡如影随形。 皇帝和贵妃们为了争夺后宫的控制权,不惜使出各种手段,引发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抢夺妻妾之争,妃子们为了能得到皇帝的青睐和宠幸。 不惜投身火海,踏着亲人的尸体,寻求权力与地位。 这种情景,令人不禁想起著名的《红楼梦》,仿佛是一个现实版的宫廷江湖。 然而,在这种宫廷权谋的背后,还存在着许多令人震惊的神秘事件,其中之一便是将太子妃立为皇后的离奇决策。 在其他朝代,皇后的地位往往是来自于皇上的亲自决定或者内庭妃嫔的共同推举,然而,在西夏王朝,这一规矩似乎完全被打破,太子妃作为太子的合法妻子。 本应是皇后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,可是,在西夏王朝,皇帝却选择了立太子妃为皇后,这种荒唐的决定引起了无数议论和猜测。 历史学家尝试解读这一神秘事件,他们从皇帝对太子妃的特殊情感着手,一些学者认为,太子妃可能是皇帝心中的真爱,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和魅力,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,立太子妃为皇后是一种政治考虑,或许,太子妃来自于有势力的宗室家族,这样一来,皇帝将得到更多的政治支持和稳定太子的地位。 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,这个决定无疑是西夏王朝宫廷权谋中最具争议和离谱的一环。 神秘的西夏王朝在抢夺妻妾后宫专权和将太子妃立为皇后的事件中,展示出了其离谱和荒唐的一面。 这个王朝的宫廷斗争,可以说是历史中的一出大戏,让人们对于人性的复杂和权力的诱惑有了更深的认识。 西夏王朝在1227年被蒙古国所破灭亡,由于蒙古军的报复,西夏全部过往毁于蒙古军队的铁蹄下,不留一点痕迹。 西夏,应一样崛起,又应一样消失,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神秘。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我们下期见! 感谢大家的观看